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上Neuquia Chemistry的Part 3 这个我们是从第四面的笔记开始讲起 这个是我们上一个video 就是停留在第三面的那个例子 不知道同学有去试试看吗 这边是给你们看看答案 这个Polonym出来的这个Lit呢 它会释放出一个巴巴巴的歌 然后这个Sesium呢,它会出来一个Barium 跟另外一个是Electron Carbon-14呢,它会释放出一个Beta-Particle后 产生这个Nitrogen-14 OK,接下去这个就是所谓那个Decay的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比如说从Uranium开始 它又开始发生不同的Decay 那我们都讲一个物质里面 它可以发生Alpha-Decay跟Beta-Decay 可是它不是同一时间的 它可能这个时间它发生Alpha-Decay 产生这个元素 过后再由这个元素产生Beta-Decay 产生另外一个元素 然后再来又产生这个Beta-Decay 然后连续下去一直不断的 会产生不同的这些Decay OK,然后最后到它稳定下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产生出两种或到三种不同的这个元素出来 这个只是给你们看一看参考而已 然后我们接下去就要进入那个Balancing Nuclear Equation的 相信这个也不难 因为跟上次我们讲的是有关的 OK,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的Equation要么就是放Alpha-Particle Beta-Particle或者是这个Gamma Radiation 那Gamma Radiation是没有什么样 没有写Nuclear Reaction的 因为它是一个能量罢了 OK,另外我们还可以用Neutron 然后有Positron 有这个Proton去Balance 这个Nuclear的Equation OK,在我们的这个Nuclear Reaction里面 我们的Reactant呢 就是我们的Studing Material And Product 我们的这个量呢 一定要Balance Atomic Number要Balance Mass Number也要Balance 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要守恒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上述的一些 那些Neutron啊 Barticle啊 Alpha-Barticle Beta-Particle-Positron呢 去填补这些Missing的这个东西 OK,这个是我们的第四面的笔记 上面已经有给你们聊 这一个一系列的东西 Proton的话 通常我们会用H1来表达 我们很少用PE的 然后Neutron就只有一个咯 另外Electron的话 我们通常是用这一side的 OK,我们不用Beta这一个 然后Positron的话我们是用这一个 OK,然后Alpha-Particle呢 我们是用这一个Helium-Particle OK,Alpha-Particle 就是等于Helium 我们通常会用Helium这个表示法 那它的之前跟之后呢 它的Reactant的Product的Total number Number of Nuclein跟Proton要SAM OK,and then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能 那个Charge的守恒定律 Law of Conservation of Charge 之前跟之后的Nuclein Charge呢 也是要一样的 OK,那这个是Alpha-Emission呢 Alpha-Emission这个可以很快速的代过 就是我们之前填过的那一个 那我们要知道它们的这个Mass number 想加要跟之前的一样 OK,Proton number想加也要跟之前的一样 OK,so这个是For Alpha-Emission呢 那我们的这个Mass number 会少掉四个 我们Atomic number 也就是Proton那一边 会少掉两个 OK,另外的话就是Beta-Emission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质量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我们的Electron的质量 我们是没有这个 我们上面是0的 那我们的这个 另外的这个Beta的 它的那个 我们的叫什么了 我们的Proton呢会增加一个 OK,所以Proton那一边 也是之前之后想加要一样 所以Atomic number呢在之后过后会增加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是Proton呢 在上一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的啦 OK,这个呢是将这个Proton 变换去我们的Neutron OK,它的Mass number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Proton number会少掉一个 Capture of Electron也是一样 不过它是把这个Particle写在左边啊 只有Electron Capture是加在左边的 OK,加Electron 它不是像我们之前这样子 把东西丢出来写在右边 好,这个呢就是那个Example 那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啊 OK,下一次我会跟你们讨论这一边的答案 所以希望你们回去把它填掉它啊 OK,Half Life接下去就是要计算我们的这个半甩期啊 Half Life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物质 它需要的时间去减掉它一半的量 叫做半甩期 所以1g的这个方色性物质 当它减到0.5g的时候 这段时间我们就做半甩期 OK,这个就在你们的笔记里面 The time taken for the number of 这个原始的号码 就是原始的量呢 我们叫anode of the radiative atom to decay to n over 2 Atom is called the Half Life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写的 T1 2分之1 And the Half Life of the Radiative Isotope OK,它经过第一个Half Life的话呢 它就减掉一半 OK,第二个Half Life的时候 它总体就减掉了1分之1 然后以此类推 OK,那我们的这个这样子下去的话呢 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趋势出来 OK,那如果图表来看 它就是原本它是1万g的 那它经过第一个半甩期 它就会变成了5000 OK,OK,这个可能它的这个时间是24天 那再多24天 也就是总共48天的时候 它又再减掉一半 OK,这个就是它变成一半量的时候的 需要的时间 这个应该物理会有上过吧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上到这边 所以它的计算的方程是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是刚才那个表来的 OK,像这个呢 Oxygen 15它的Mass 从20mg要降低到10mg的话呢 它要有两个分钟的时间 OK,然后呢 再多两分钟 就是说总共4分钟的时间里面 它就降到了5mg OK,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图 这是跟你们说它的量减少的情况 OK,这个是example 一样的啦 就是说你50g的Radium 234 那它经过了Half Life的时候 它是有多少 OK,经过了3.6天后呢 它就会变成25g 那再多一个Half Life的 就是第二个Half Life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12.5g 然后以此类推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equation 这一个的formular 这个呢,就请你们把它 呃,highlight起来 或者是打星星 这个就是我们会常用到的 Half Life的formular OK,所以这一边就是我们 刚刚从上面得出下来的 就是你的N0 会经过无数次的这个半衰期 OK,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formular出来 所以整体上就是 呃,出来的最后的formular 就是用这一个 OK,Nt除以N0呢 是我们的呃,经过了无数年 或者是无数的时间过后 它所剩下的部分 Fraction,OK 那如果你乘上100% 如果题目要求要的是percentage 你就要乘100% 好吗 然后呢,这个是另外的example来的 OK,X个Atom of Raden的话 经过3.8天是它的半衰期 它就剩下1 2 再经过第二个半衰期 剩下1 4 经过在第三个半衰期 就1 8 OK,我们看一下Rate of Radiativity 啊,我们还有个是Decay Rate of Decay的 The decay of the radioactivity is the first order reaction The rate of first order reaction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radiative nuclides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 大家都应该懂 first order reaction 通常就是跟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是很正比的 The half-life of the first order reaction is a constant 然后它是independent of the number of radiative nuclides present 然后这一边呢 它会有一个类似高速的那一种微分吧 然后我们这里我就 它不会要你去证明怎么样得来 不过我会给你们看一看它的整个的 应该是说它怎么样得到最后的那个防程式 这边同样的N-Node呢 是它原本的那个量 OK,Radiative Nuclide的量 然后NT呢就是它经过一些时间过后 它剩下的这个量 这个lambda 是我们的dicare consent的符号 T就是我们的dicare所需要的时间 好,这个呢就是它从原本那一边 OK,你们会做高速的 你们看看 它是这样子下来过后 然后再转到这一边 最后得出来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程式来算 又或者是 我只是一个位罢了 OK,我是用这个 Log2乘上2.303 就会变成0.693 所以这两者你都可以用 OK,这两个都可以用来算这个 dicare consent的 就是我们的lambda OK,好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要知道的formular 就是这两个 这个是half-life的 另外一个是dicare consent 等这两者是在这个nuclear chemistry里面 你们要知道的这个formular 好,这个example就是在你们的笔记里面的 half-life for radium is 1620 years Calculate the decay consent for radium and percentage of radium remain after sorry,100 years 这边我会给你们看第一个例子 相信你们都会做的 OK,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用的 我们要算dicare consent 我们就用这个formular OK,先把它写出来 过后呢我们的half-life这一边是1620 你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OK,然后呢我们算出来的话 你的单位它这边是years嘛 所以你出来的话 因为你是除它的years 那你的单位就是year-1 OK,第二个呢 他要你算percentage of radium after 100 years 100年后 他剩下的percentage是多少 那我们就要用第一个方程式 OK,第一个方程式 你就把相关的东西带进去 他要找的是这个比例 OK,所以这个t呢 是100年 然后half-life呢是1620 好,这样子就把它带进去 这边我乘一个100 因为他要的是percentage OK,然后就算出来了 它是95.8亿 所以这一题你就 你们回去就试试看 然后答案是在这一边 OK,你们可以撒试一下 另外你们也去做一下那个workbook的 第17面 青色workbook的第17面 我们的neocryl chemistry 只有一面练习罢了 回去做了它 OK,如果我会不会另外把那个exercise 再过去那个我们的google的classroom 如果没有带回去的同学 那就要麻烦你们另外做出来的 OK,谢谢大家 下一个video我就会讲到这个radio isotope的运用 OK,大家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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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